林口区公所推出的幸福到你家福利政策 不仅获释府团队肯定 更参加卫福部国民健康署主办 111年台湾健康城市 既高龄友善城市海报奖 荣获健康城市类别的优等奖殊荣 今7日淡水区长乌宗仁 特别率领客室主管 一同到林口区公所交流取经 很高兴淡水区公所 由乌区长带队 带着淡水区公所团队来到我们林口区公所 进行业务上的交流 那今天的主轴呢 最重要就是我们正在推行的幸福到你家 2.0版的这样子的服务 那因为呢 两区的这个形态呢 都是非常的接近 那也透过呢 幸福到你家这样子的业务交流呢 我们可以让我们对长者 还有对民众这些的关心 可以深入到公寓大厦里面 我们淡水区 一直以来都是以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 来推动相关的这些业务 那甚至我们也获得卫福部 我们的健康城市跟高龄友善城市的卓越奖 这个是全国只有一个的奖项 那问题是我们在 那么努力的推动这个区政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针对公寓大厦的服务的部分 我们这边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乌宗仁人区长表示淡水区政业务上与林口区有相似之处 像是区内都有许多公寓大厦 林口区公所推出幸福到你家政策 服务到许多社区大楼内的长者 市公所值得学习与成长的空间 希望透过这次的交流能为市民做更多更完善的服务 林口区公所在两年多来 在推动这个幸福到你家的这一部分 针对公寓大厦还有包括老人的服务做得非常到位 所以我今天特别带着我们公所的各个市主管 不只是学习我们这个幸福到你家的部分 那我们也来大家交流相关的业务 希望说让淡水更好 让新北市更好 让我们淡水能够做好更多的卫民服务工作 我们也透过许多课程的安排和规划 让这些长者不用出远门也可以获得学习 那也可以透过这样子和公部门间进行彼此的交流 最重要的是透过这个机制 让我们的关怀让我们的关心 可以深入到大楼里面关怀每一位长者 廖武黑区长指出幸福到你家福利政策 是透过运用公寓大夏季有的公共空间 办理小型在地引法照顾课程 市长者下楼就能参加 并随时了解为参加长辈状况 成为守护长辈安全健康的帮手 记者胡宣领口采访报道